董家渡路130号 据说这里曾经有一家鸳鸯馄饨店 他家的鲜肉大馄饨 曾经被网友评为 上海滩最好吃的馄饨 但是现在 这里只剩下一个硕大的停车场 和一片洞牵后的混乱景象 而那家传说中的鸳鸯馄饨店 已了无踪影 董家渡路前一个鸳鸯馄饨吃过 经过走访我们得知 在刚刚开始动签的2006年 鸳鸯馄饨店就已经搬走 一位老邻居告诉我们 街边的报刊亭老板与店主相熟 可以向他询问情况 可不巧的是 老板这天恰好不在 很多网友和我们一样 曾经费尽心力地找鸳鸯馄饨 我们知道 那并非是为了一饱口福 更多的是想寻找那种味道背后的情感 或许是一种怀念 或许是美味食客的不同心情 其实 馄饨作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食品之一 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 无论是在街边摊 还是在星级酒店 都会得到拼爱与追捧 街边摊的情景 我们早有固定的画面先入为主 而五星级外资酒店的馄饨 与我们来说 则似乎有些距离 这里是整修后 外资入住的 菲尔蒙和平饭店 这天 借待我们的社行政总厨 刘一芬 一个从顶级厨师节目里 一跃而出的偶像级厨师 作为在国外学习生活多年 精通西式料理的厨师 他说 馄饨绝对可以算是 中国独有的一道料理 之后被移民们 带到了全世界各地 在东南亚 欧洲 美洲 尽管都有类似于 馄饨这样的食品 但都是参考了 中国馄饨的形跟体 以及色香味的 而在众多的馄饨当中 上海馄饨可以算是 独具一格 别有一份滋味的 上海人的话 对馄饨来讲是非常的了解 有大馄饨 有小馄饨 有吃热的馄饨 有吃冷的馄饨 夏天 现在天气非常热 所以上海的话 周遭的附近就会有 冷馄饨这个东西 拌一些芝麻酱 拌一些糖 酸 醋的这些东西 这些我还蛮喜欢的 那您能从包制的手法 还有馅料谈 再谈谈上海馄饨的一个特色 我觉得上海小馄饨 包得非常的小巧 然后皮的皱褶也非常的精致 然后煮在汤里面 它的形态是不会软散的 有时候我们常在外面吃到馄饨 它可能 馄饨出来以后 它是面皮汤的 皮是皮 肉是肉 馅馅 汤是汤 但是上海的馄饨来讲 端上来的那一碗 我觉得就是非常的清楚 然后非常的精盈剔透 然后吃下去的口感 也是非常的有嚼劲 我们意外于刘一帆 对上海馄饨的了解 感觉上他是做了功课的 闲谈间刘一帆还不忘 把他准备的小典故告诉我们 相传春秋战国时期 吴王整日沉溺于歌舞酒色 不问国事 这年冬至 吴王吃腻的山珍海味 在饮宴中闷闷不乐 西施健壮急忙跑去厨房 用面做出一种 波及型的心事点心 吴王大悦问西施 此为何种点心 西施心想 吴王整日昏昏噩噩 混沌不开 便随口应道 混沌 从此这种点心便以混沌之名 流入民间 我是一个很忠于传统的 一个厨子 那我觉得混沌这种东西来讲 从我小时候 我妈妈我奶奶开始做 我就很爱这样子的东西 我觉得它既有北方的面食的口味 又有南方人 对这个料理的这份热情存在 一句忠于传统 让我们感觉到了 刘一帆内心的怀旧情节 在一个时尚节目中走红的新式大厨 却时刻不忘记 自己有一颗传统的心 或许 这就是刘一帆的成功秘诀吧 刘一帆的这碗馄饨 如果按照市场价的话 应该要上百元了 我们不敢说 这是上海滩最贵的馄饨 但至少也算是一碗精英馄饨了 刘一帆告诉我们 其实上海本地的馄饨 馅料并没有太丰富的种类 大多是以鲜肉加鸡菜为主 皮子里面要加碱 这样包出来的馄饨很滑 富有弹性 加了碱的面皮 看上去略微发黄 因此也有人说 上海馄饨的面皮里加了鸡蛋 其实这只是一种误解罢了 包馄饨看上去简单 实际上要花去不少时间 从买菜 搅肉 拌馅 到包馄饨 煮馄饨 每一个步骤都需要耐心 现在的人们由于生活节奏快 工作压力大 已经很难得在家里自己包馄饨吃了 但那种味道还是那么令人难忘 您觉得在家里吃到馄饨 跟在外面吃到馄饨有什么感觉不一样吗 我觉得当然很大的不一样 因为你在家里的话 毕竟那是妈妈 那是妈妈 是长辈的一个爱心 所以你吃在嘴巴里面的那种感觉就是 蛮有点滴在心头的那样子 那样子的那种一种心情 尤其是当你放学回家 或是你工作了一天很劳累 你回到家中的时候 那有一碗热腾的馄饨已经断在你面前 那样子的感觉的话 是让你真的就是蛮舒服的 因为那是有家的温暖 那在外面吃饭来讲的话 其实对我来说的话 它不是不好吃 只是说就少了一份加给你的那种元素存在 刘一帆的话正契合了我们寻找鸳鸯馄饨的初衷 在他看来 每一道美食要富含上制作者的感情 才是一道真正的美食 而不是千篇一律 千人一味的味道 如今正宗上海口味的馄饨十分难命 其中很大的一个原因就在于 大部分的年轻人没有时间 也没有兴趣再去学习如何自己制作馄饨了 现在除非家里的老人偶尔会包一包馄饨 我们几乎很难再感受到 那种一家人围坐在一起 热热闹闹包馄饨的氛围了 馄饨的味道最吸引人的是家的味道 有了这样的定位 我们便有了新的搜索目标 听说我们正在寻找正宗的上海馄饨 摄影师主动邀请我们到他的家里 让我们尝尝他老父亲的手艺 父亲包的馄饨他从小吃到大 这就是家的味道 老先生姓郁 今年63岁江一人 几年前他从公务员的岗位退下来 空闲在家的时间多了 便隔上一段时间就要包一顿馄饨 而且对于馅料包法更加专注和讲究了 或许是身为南方人的缘故 老先生口味偏甜 为了咸与甜两种味道的平衡 他通常会在馅料里多放一些酱油 老先生说菜肉馄饨是最好吃的 今天用的是青菜 如果是在春天 加半斤鸡菜就更加好吃了 你可以趴这个 这种饼啊 你不信能拨杀我们了 这个鸟 搁上糊 糊鸟 基本上就是糊鸟王的 糊鸟王的 我抱一直搁糊 糊还搁了没肚 从两碗鸟一碗糊 在挂菜 清菜 今早就挂清菜 人家是成体的时候有人管 把个布景洗车的时候也更加好吃了 汉均那边 中间的老厂都不问了 饱汤我们了啊 古墓的这个要饱汤 那能什么学习的这个车网统长度呢 学人管嘛 学人管 那压年了 那些人管 各个人管大家庭 大家庭嘛 那是 高云林 高云嘛 回室回室去的 那些人管高云了 那些回室车网统长 比如说病人管 帮到网统去 能够在罗州网统 过以来网统上来一样吗 老子红统长嘛 把护鱼啊 那些人管 啥人管 把护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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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 把护鱼啊 以前嘛 老子就是 天女红统长 所以刚刚刚 以来的呼样部点 嗯 那么有人管嘛 那这个人嘛 有人管 弄个汤不 哈风红统长 所以就是 哈都人管 白糖哈尿 有点点 鸡的个护鱼 干嘛 是个不哈尿 哈尿不来 阿尽人家弄呀 你弄个一趟 一趟我这儿 顶多两趟 因为我哈尿多了 吃两趟 你知道吗 平常人管 我基本上都会把护 护鱼啊 我一直以来 学人管 护鱼 等于护鱼人管 护鱼人管 护鱼人管 护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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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大概 两 两群 老先生说 以前生活没那么宽裕 不水得放虾 但每次包馄饨 孩子们都会吵嚷着 要一起包 可以看到孩子们 期盼的表情 与吃馄饨的满足 现在生活好了 想在馄饨里 加上鱼翅 抱鱼都可以 但孩子们 却再也不用花心思 去关注 如何制作馄饨 工作忙 是一方面原因 主要还是怕麻烦 懒得准备和收拾 不少人常常这样解释 年轻人正在 悄然改变着的饮食方式 其实 悄然改变着的 不仅仅是年轻人 求紧求义的饮食方式 在文化十分包容 和开放的上海 外来 馄饨的纷纷加入 也在慢慢改变着 人们对馄饨的传统印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